再好的创意 也像植物一样需要灌溉 也不知道宋总您愿不愿意 把我们的合作再推进一下 我们领个结婚证吧 不好意思 刚刚好像听皮语差了 您刚刚说什么 我最爱给你求婚 你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是认真的 更会成为一厦人了 今天需要一个爸爸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肯定很幸福 说什么呢 也听不清楚 我想以一个合法的身份 照顾萱萱 还有你 那个我 我们都不需要 晨晨现在很怕你 她也需要一个妈妈的照顾 那是你的家事 不好意思 我爱慕能助 吉斯洛 你现在年收入只有八万吧 可能还不到 你觉得你自己 有能力给萱萱一个 好的生活环境吗 我可以 宋总 你这么说话就有点过分了吧 可能我说话有点不太好听 但我说的是事实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求互补 很适合生活在一块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 该冷静的是你 无论我钱多钱少 那都是我一分一毫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再说了我怎么照顾我女儿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闻不到您操心吧 我对你 只有工作上的需求 没有生活上的需求 谢谢 晨晨 可能是你误会了 其实是我需要你 别挡住 老爷子 老爷子 宋总 快来啊 老爷子晕倒了 老爷子 原来爷爷也得了这种病 苏勒 吓着你了吧 爷爷 您的手术我们还是早点 没事了 我心里有数 只要你们两个呀好好的 别遇到事就置气 爷爷就放心了 你这小子 你怎么惹人家生气了 我刚刚和他求婚了 求婚了 爷爷 你慢点 这可是好事 不是 爷爷 我 我 浩宇的父母呀 走得走 他年纪轻轻呢 就承担下公司这么大的压力 他也不容易啊 要是你们两个 真的能结婚成家 爷爷就算入土 也就安心了 爷爷 你在说什么呀 您放心 我和思乐会尽早晚婚的 好好好 爷爷啊 我得好好活着 我要看着你们结婚啊 这结婚大事 得提前做准备吧 不用送我了 你回去照顾爷爷吧 刚刚谢谢您娘 你为了爷爷向我 找求婚我可以理解 但纸暴不住火 你还是找个恰当的时机 跟爷爷解释一下吧 免得谎言戳穿了 那我不用伤心 你可能误会了 我是认真的 你开什么玩笑啊 结婚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你不用现在立刻回答我 我等你考虑好 你说 吓不吓人 当时我真的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我觉得他这人是有什么大病吧 可不是嘛 当时我看老爷子没什么事了 我才松了口气 谁跟你说老爷子了 我是说你被刚认识的男人求婚的事 对哦 我被求婚了 我居然被求婚了 我也是 我是最符合那个相亲需求的 可是我觉得这一事吧 怎么那么奇怪呢 事出反常 必有要 你求婚了 这是在咱俩谁的梦里 人家该不会以为你是诈骗的吧 你就没想过 万一他是诈骗分子 不过你这求婚的措辞也太不考究了 明晃晃地给儿子找妈 人家不生气才怪呢 茂林的宋浩宇 那不是我们幼儿园晨晨她爸吗 我可提醒你啊 不能因为晨晨喜欢她就过分冲动 你千万别因项目把自己搭进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对那个爸爸 这什么感觉啊 说真的 你自己是怎么看待那姑娘的 能有什么感觉啊 操之过急 太草率 算了 反正都已经拒绝了 就当没有发生过了 你画得怎么这么密啊 没想到咱们宋总也有今天啊 不过 追姑娘嘛 不难的 兄弟我有多年的实战经验 今日也轻囊相赠 不需要 一个女人 还能比那几个股东更麻烦 你说的那是工作 追姑娘可不一样 年不少还那么轻狂 工作 她抽风也就算了 万一把我项目给搭进去 怎么办啊 七小姐 策划案还有些细节需要调整 请本周来公司洽谈 我收回我刚刚说过的话 还有戏 你小心啊 小心她像装简易在美 她捂她的呗 她捂出花来也迷惑不了我这个智慧 也是啊 要是有人那迷惑得了你呀 你也不至于舞台单身搜楼 这么多年了 你这话说的 行了啊 那我就不跟你操心了 白飞你就搞前搞事业 我呢 就要开始我的 外生活了 你又要去哪儿啊 注意安全啊 我这就要去哪儿啊 你又要去哪儿啊 你又要去哪儿啊 你又要去哪儿啊